原标题 不费以兵一族让西腔自相残伤 这才是善干者吴赫赫之功的国事 西汉宣立神诀元年 公元前61年春 原本在青海湖一带放牧的西腔各部进入金城郡 玉与西域的匈奴势力联合 发动叛乱 夺取金城与河西地区 于是 该年4月 年近八旬的国宝级老将 后将军赵冲国主动请 领兵前往平安 满朝文武文训街来送行 有几个老友心中不舍 甚至一路送出长安四五十里 终止离别之际 有人就问赵冲国 老爷子年纪这么大了 而且也功成名就 为何不好好在家一养天年呢 就算还想为国效力 也可以指盼你的儿子赵冲去吗 何必亲自出马呢 赵冲是赵冲国的长子 时任幼草中郎将 他文武双全 颇有韬略 此次也有随父亲出征 这位赵冲 正是赵家未来的希望 在宣帝之前 中郎将仅为高级郎官的须职 并无兵权 无袁岸 苏无等 但自宣帝时 中郎 将成为了统帅与林军的中央高级军官 部下有数千宫廷进卫 精锐骑士和武林高手 而幼草则为内朝家官 其在内庭 又兼掌奏张秘书之工作 由此可见赵两手握中书 执掌重大 深受皇帝宠信 然而 赵冲国文言却拔刀出窍 指天大笑道 老夫虽老 然老夫之宝刀未老也 金锡腔为乱 局势甚是复杂 非持众之将无能平之 而持众之将天下无于老夫折矣 是啊 小将有小将的好处 老将有老将的好处 小将如十八岁之获取病者 好处在于其轻锐 老将如七十六岁之赵冲国者 好处在于其持众 二者虽相差六十岁 但都是国之名将 当然 轻锐一不小心 就可能转化为冒进 持众则一不小心 就可能转化为保守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关键就看个人的修行了 而赵冲国对自己的修行 从来就很有信心 于是 帝国各路大军 源源不断发往前线 赵冲国坐镇在金城郡漫漫 等 等兵力达到一万旗的时候 老的终于决定动手了 老赵是不轻易动手的 一旦动手 则必有万全之准备 其一招一事 都是大家风范 金城郡位于梁州南部 被黄河一断为二 东部的一小半 但无汉人 西部的一大半 眼下多有羌人出没 赵冲国遂命名 先让三校兵马贤眉夜度 汉军军至一校 为七百之一零零零人 是枪人聚集的黄河西岸后 立即在对岸安营扎寨 这是为了防止大军贸然渡河 被枪人半计而击之 然后 赵冲国等到天色已亮 对岸营寨已经扎稳 这才率领大军依次渡过黄河 保险 非常之保险 等到大军全部顺利渡过黄河 赵冲国又四面派出真旗 探查敌宗 很快有人以其余回报 说在附近发现了一只 十百余人的枪军小部队 貌似也是侦察兵 怎么办 打不打 有几名校内文静立刻跳了起来 送上门的肉包子 干吗不打 先打他个下马威再说 找 冲国赶紧拦住他们 到 无视马远来新卷 不可持足 此街消息难治 又恐其位又兵也 我闻基鲁 当以玄奸为攻 小力不足贪也 于是 大家只好忍住贪念 老老实实坐下来 接着等消息 过了会儿 真旗又来回报 枪军摆明 真旗自行退去 不见踪影 又言前方四望 侠内并无敌兵把守 赵冲国听罢 大喜狂笑 这次轮到他跳了起来 哈哈哈哈 无知枪弩 不能为兵役 若在此处 涉浮一军 无纵有百万大军 又岂能通过 四望峡 就在青海省乐都县 与明河县 接壤之处 如今叫做老鸭峡 半见奔腾咆哮的 黄水黄河之流 正从中间穿过 两臂悬崖 陡峭无比 今日勉强尚可车行 从前传说 只容单膝通过 且不时有滑落的巨石 砸死行人之鱼 据说 往年青海人多用毛驴驮韵东西 凡赶驴穿越此峡者 必须在几里之外大声呼叫 看对面有无来人 如无回身方敢前行 万亿两驴在峡 中对面相逢 双方只有讨价还价 将一方的毛驴推到悬崖下的黄水中去 否则水姐别想通过 四望侠 真乃死亡侠解 如果没有甚密的侦查 以及超强的魄力 哪个指挥官敢率兵走这条路 然而 赵冲国这些都具备 所以 他根本无需长途绕道 与枪兵一路纠缠 只直接挺进就好 于是 汉军将士们饱餐战饭 静候天晚 这才前师夜进 顺利穿越了四望峡 然后 一路远不斥后 行必有备 只必兼营 终以无限可击之超强行军 成功难抵脚枪总指挥部西部都内府 在金清海明河南 属金城郡 兵法曰 兵家之有彩探 尤人身之有耳目也 耳目不拒 则为废人 彩探不赦 则为废君耳 一身之龙骨 图能废无之四体 而三君之龙骨 则其所废者可胜记哉 故厚力不严 君子已为无耳目之君 反之 一支军队 如果拥有完备的斥后侦察系统 那么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 第 当然 这些只算是赵冲国用兵之言 而作为一个不是出的百战名将 不仅要会演 而且还要会宽 及适度放松以激励士气 于是 赵冲国又学起了战国时的王俭 李牧 他命令军除今天杀羊 明天杀牛 总之天天给士兵们好酒好肉伺候着 搞得大家全都精力过剩 而又无从发泄 士气冲到破表 同时不管城外的羌人们怎么挑战 城内的将士们又如何请战 赵冲国只是坚守不出 汉军的后路与后勤 尤其爱子赵雅帅与邻军大包大来 这位他完全不用担心 范冶后汉书常言 枪兵长在山谷 短于平地 不能持久 他们最怕的就是打持久仗 赵冲国极尽缓战的战略 正是命中了敌人的三寸 果然 时间一长 枪军是老兵皮 各部首领之间就开始互相挽怨了 说 欲辱无反 今天子遣赵将军来 年八九十以 善为兵 今醒欲一斗而死 可得写 西枪毕竟是个 松散的联盟 且平日机怨甚深 只不过 因为共同的利益才暂且聚在一起 时间一长 热不劲一过 形势又不利 不等汉军动手 他们自己都得打起来 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便是老将军赵冲国的强大之处 第一 能持重 第二 爱士族 第三 先继而后战 光这三点 赵冲国就已具备了古之名将的所有优点 当然 他还有其他很多优点 我们慢慢来讲 现在我们先来说说第三点 赵冲国先计而后战 他迟迟不开战 究竟是先的是什么计 达约 离剑计 枪人本来是一盘散沙 后来被匈奴浇了盆水变成一块 又让义渠安国一把火烧成了陶瓷 但是再硬的陶瓷也有细缝 它不是铁板一块 赵冲国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细缝 想办法让它越裂越大 裂成碎片 一碎再碎 碎成无数片 重新变成散沙 但要做到这一点 只能用热债冷缩的办法跟它慢慢 哦 千万不能用拳头硬打 硬打或许也可以把陶瓷敲碎 但陶瓷最多只能碎成几片 且将比从前更锋利 同时自己的手还会伤痕累累 这是自己找罪受 万万不可取 总之 西枪与匈奴不同 匈奴已成气候 交汉难治 乃大汉之死敌 而西枪则贼姓方起 各怀其心 且大多是被威逼利诱上的贼船 真正坚决反汉的没有几个 既然枪人有可能变成大汉的顺民 赵冲国为何要将他们一把推开 让他变成第二个匈奴呢 如今 一个匈奴就折腾了汉朝百余年 两个那还得了 战争的终极目标是和平 而不是拼个两败俱伤 特别是民族纠纷与矛盾 远非纯军事手段可以解决 必须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争取西枪群众 孤立混在群众中的一小搓解新家 阴谋家与反动派 重在平息事端 而非扩大问题 否则 汉朝将陷入对枪作战的泥潭中不可自拔 在战争之外还拥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这就是所谓战略高度 没有这种高度 再能打仗的将军也只是个兵头 有了这种高度 这个将军才能被称作兵家 显然 赵冲国就是这样一个兵家 他很快便发现了西枪中的一条细缝 而且还得来全部费功夫 因为这条细缝就来自西部都尉府牢房里 一个名字很酷的枪人俘虏 他叫雕库 雕库不仅名字酷 身份也很酷 他是西枪中汉 歼尔布中一名首领女伴的亲弟弟 当初仙灵部落在洋狱的鼓动下 准备起兵造反的时候 米达作为坚定的亲汉派 便让雕库跑去都尉府告密 没想到后来事发 米达等人因实力弱小 竟被仙灵部落给胁迫着 也参与了叛乱 这下子 反贼亲属雕库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最后 被西部都尉扣下来当了人质 赵冲国听完雕库的哭诉 心中大喜 此真天助为也 于是 赵冲国立刻将雕库请出释放 并设谅为他押金 要他回去转告西枪部落 中的清汉派与摇摆派 说 大军为诸有罪 负从者无自取灭亡 天子告诸枪人 犯法者能相不斩 除罪 斩各级首领以下有罪者 皆已差似受赏金 自前一千至四十万不当 叛乱者之土地 人口 妻子 财物易尽于之 孙子曰 取敌之利者 或也 我们知道 乡人居住贫瘠 各个都是穷鬼 现在赵冲国提出高额奖金 重赏之下 自有勇富 大家造反不就是为了抢些东西 占些地盘是饱饭吗 现在既有赏金 又能带罪力工 还可以名正言顺的互抢互杀 岂不快哉 赵冲国诱惑 强人自相残杀 说实话 这计策有点毒 但比起一群安国不分好坏一体杀光 那还是很仁慈的 在目前情况下 这也是平定叛乱的最好办法 计策已定 汉军剩下的就只有等我了 大军按兵不动 天天吃好喝好 坐等乡人瓦解 坐收渔翁之力 然后一举平之 大功告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 即